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介绍中文投资网的CEO创办人 温润王 温润你好 你好 周小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的节目中您提到 投资的三个strategies 第一个是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第二个应该是AMC的M M是什么 M是Marijuana 大麻 对大麻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大的 也就像三四十年代 我们开始种这个tobacco 烟草行业开始起步 大家回过头来看 其实全世界最赚钱的股票 其实叫Philip Morris 也就是大家非常知道的 这个万宝路香烟的一个 他的parents company 对 其实世界上真正赚钱的 走遍全世界的话 其实就是烟草 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华人投资者 他总结了叫Singstock 就是说句难听 就是吃喝嫖赌的股票 他说所有的这些股票表现都非常非常不错 Singstock 对所以很多投资朋友说 哎呀我不懂高科技 对吧 但是你可以投资这些Singstock 像烟草啊酒类啊 Casino啦 对Casino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 我总结了在中国最好的一只股票就是茅台酒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喝酒 这个和美国人理解 他们是无法理解这个酒 那么在美国的话 最好的一只股票是万宝路排香烟 他的母公司叫MO 他的股价从差不多一块钱几毛钱 涨到了现在应该是60块钱 而且他的dividends 每年是接近4% 对的 这个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哪一个公司还能给你4%的分红 他把公司的净利润的25% 全部贡献给所有的股东 说明他有多赚钱 那么这个已经是pass了 这个因为现在烟草啊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未来 就是末路 包括像Philip Morris 他也持有很多啤酒 像Bullet Wiser的10%的股份 所以他也是比较devisified 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烟酒不分家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未来的发展应该在marijuana 那marijuana很多中国朋友都不能接受 他们就觉得这个marijuana吃了以后会嗨 会这个颓废 你看一看很多marijuana 会上瘾 主要是颓废 像这个像在荷兰是全国都合法的 那么荷兰的总的GDP 因为吃了大麻以后就下滑了很多 对 因为大家不想工作 每天沉醉在这种快乐的一个 云民物理的 极乐世界里面 但是其实大麻它除了这个娱乐大麻 还有这个医用大麻 我们讲医用大麻它未来的发展 甚至要整个成为整个pharmaceutical制药行业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大家要关注 C代表China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国的股票啊 还有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都有出现复苏的这个迹象 因为中国的 你也是这样看吗 我认为 首先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认为像马云啊 像马化腾啊 这种非常具有巨大财富的这种企业 已经dominate整个的中国 因为他们具有大量的数据 那么这些人 他的本身的利益就和中国的这个执政党 共产党就非常tied up 他们不想改变现在他们的这个垄断的地位 因为说白了 这个这些垄断的地位 唯一能够打破他们的可能是高层上的一个 对他们的一个判罚 或者把他们分拆 但是我觉得他们越发展下去 他们会非常恐怖 所以他们这些极权利益将和共产党结合在一块 来真正的dominate的中国 然后中国就会比较稳定 这是我的和别人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 由于它的人口 由于它的消费能力 以及中国人的那个特点 它是未来具有巨大发展 另外呢 我们中国在美国上市的股票超过接近400家 所以不像印度 他们的GDP也发展很快 他们的这个失业率也很低 但是你很少看到印度的股票在美国上市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投资中国股票在美国上市的 也是具有巨大的机会 好 Warren 所以您也提到了 AMC都提到了 但是您也觉得 找到了好的sector 要后的长期 但是呢 在贵公司 也有像Jason Ann老师 还有这个Neo黄老师 这么棒的分析师 他们也都有做很多的短线交易 并且他们也做的也很成功 所以你们两派是背道而驰的呀 其实我们公司最近两年发展的很快 所以把我的从这个做短线的老师 变成了一个真正我想认为比较 因为我要总结我30年的最大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最大的经验就是说 97年的时候看到了未来的发展 可能是电商或者是说购物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 我不相信亚马逊 怎么可能我会买衣服 会到这个亚马逊买 我肯定到Macy嘛 第二有的人说 我不相信信用卡放在这些公司里 会被盗刷 所以大家不相信 当时我是坚决相信的 那么回过头来看 这个10万美金的亚马逊投资 如果我当时砸锅卖铁 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亚马逊 我今天就是亿万富翁了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我想这么30年的经验 最大的经验就是你看对了 一定要重重的砸下去 那么在这本书里就是咱们看到的 这本书意义财富不失望 对现在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拿这本书来看 因为电子版是免费的 那么我想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投资方面 我想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你看中了 你怎么把你的股票投资到这些个方面 第二不要影响你个人的生活 因为你可以看亚马逊的走势 从一块钱涨到三十几块钱以后 它从2008年 应该从2000年到2015年 基本上就是二十几块三十几块这样子 在这个区间晃荡 对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中间晃荡 我们很多人就是 就问我温人王哪一只股票 你认为会让我马上发财的 那么这种风险在于说 你看对了股票 却可能输掉这个股票 因为你如果说砸锅卖铁去margin啊什么 有一个小小的波动 小小的股灾 小小的一个经营的策略 像亚马逊他们经营这个手机 原来要做fireworks什么什么手机 后来没有声音了 这不是说它所有的策略都是对的 那么由于物状时贪命不对 那如果在我的这本书里就教大家怎么慢慢慢慢投钱进去 不要砸锅卖铁 不要影响你家里的生活 而是稍微想得远一点 很多人因为都想学杰森安 都想利用黄 都想一下子砸很多钱进去 发财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确实能够让你长期比较稳定的去赚到钱 每个月拿点钱来 这本书里还介绍了一个不要佣金的broker 不要佣金的broker 在这个好的势头里面 要挑好的sector 好的股票 然后拥有长期 就是成功之道 希望大家加Warren王的微信号 来索取这本电子书 非常感谢Warren 谢谢您 每家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可以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睇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以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睇